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本文法误施到圈子里 让更多的佛友看到 请戒杀 放生 深信因果 听经念佛十年 转世成人 在江西运山水南寺的一座古庙 寺庙住持月印法师 常常诵经修行 足不出户 月印法师养有一条狗 每次法师诵经时 一敲目鱼 这条狗必定会摇着尾巴前来听经 跟着一起念佛 狗狗非常有灵性 坚持吃素 每次看到僧人 也会顶礼磕头 可是过了十多年 狗狗也老了 甚至染上了病 皮毛掉落 但是 狗狗却依然每日坚持听经念佛 有一天 月印法师告诉他的徒弟说 这条老狗染病了 你们把他拉出去杀了 徒弟听了 惊讶万分 师父平日里心地善良 连只蚂蚁都舍不得采 更何况 要杀这条养了十多年的狗了 究竟为啥要杀狗狗呢 弟子不敢违逆 只好将狗叫出 但又不忍心杀他 只好暂时将他拘禁 不让他前往听经 谁知过了三天 这只老狗趁人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溜出来 跑去听经 月印法师看到他后 大惊失色 对他的徒弟说 你们没有杀掉这条老狗 可能因此坏事了 于是 法师赶紧命令他的徒弟 赶到某村某姓人家去探问 果然发现 这户人家中有一个孕妇 生了三天都还生不出来 生命垂危 月印法师得知后说 你们不忍心杀狗 难道就忍心杀这个妇人吗 这条狗不死 妇人妇中的胎儿就无法出生 没有办法 弟子只好杀掉狗狗 立刻再去某家探寻 果然 那位妇人已经生下一个男孩子 后来师父竟然开通天眼 看到这只狗狗 投胎转世成人 天机不可泄露 师父就没有和他们提前说明原由 果然 这个小孩长大后经常到庙里来 而且每次都会依依不舍地离开 月印法师常常摸着他的头说 善哉 你果然不昧素根 但因你还有一个小富贵未享 不适合留在这里 等小孩长大后 果然做了小官 家中一颇有积蓄 到了晚年时 就常常寄宿在庙中 并大力出资 整修老旧的寺庙 和供养庙中的和尚 后来活到七十多岁才离世 前世是小狗 今生是高僧 这是定慧和尚的传奇人生故事 定慧和尚 出生在四川彭西 八岁时 母亲第一次带她到慧生寺 她一到此寺 冥冥之中 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她下意识地向庙后走去 庙后有一个小洞 里面铺满了软草 但因为好久没有什么活物光顾过 显得尘封太过 定慧和尚一见此洞 豁然意起 自己前世原本是此庙里所养的一只小狗 当时就住在这个小洞里面 回忆起前世 定慧和尚又全起身子 钻进当年自己住的小洞 不禁泪水连连 说不清是为了自己前世 是一只小狗而悲哀 还是为了现在又找到自己的归宿而欢喜 母亲听了儿子的故事后 也深信不疑 于是找到当年那个老和尚 定慧和尚一见师父就哭着说 师父 您不认得我了 我是您捡的那只小狗呀 老和尚于是又收下了定慧和尚 既是我弟子 还回到我身边吧 从此并会和尚 出家为僧 专心修行 因果轮回 真实不虚 正所谓 此生不畏今生度 待到何时度此生 就像文章中的狗狗 她前世为狗 但都因念佛诵经 种下善因 所以今生投胎人生 这就是善有善报的因果定律 佛经讲 人死为羊 羊死为人 就是指人与动物的轮回 如今 我们投胎成人 是罪账还清了 或者是已还得差不多了所致 既然如此 我们人类就不能再做错事 要懂得约束自己的言行 不要再种下将来 投胎成畜生道的因 如果今生不行善 经常杀生作恶 那么下一世 必将会投入畜生道 所以我们一定要谨记 因果轮回 真实不虚 回看我们的今生所遭遇 不正是前生的果报吗 譬如说 你这一生疾病缠绵 短命 这就是前世杀业种的余报 还不是本报 正所谓 欲知前生事 今生受者事 欲知来生事 今生作者事 前世种下的因 结今生的果 今生种下的因 结来世的果 因果不是迷信 更不是自然法则 而是人生的道理 是我们行事的基本准则 真正学佛的人 要相信因果报应 懂得守本分 懂得去种好因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别人的福报 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一点一点 积累起来 现在社会上 有一些人生活过得 十分艰难辛苦 心中就认为不公平 他们怨探世间 怎么有的人要金钱 有金钱 要爱情有爱情 要事业有事业 要大楼有大楼 要官位有官位 我怎么什么都要不到 别人的福报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别人的福报 必定是有福报的来源 有的人 从小就勤劳节俭 所以福报便跟着而来 有的人 他喜欢跟人结缘 所以因缘就要回馈他 他就顺利了 福报有福报的来处 福报不是偷来的 福报不是抢来的 福报不是妄想就有 福报更不是怨恨就可以获得 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 福报从哪里来 由此也就可想而知了 你有播撒福报的种子吗 田地里如果没有播种 如何能开花结果呢 你对有利大众的公益善事 都积极参与了吗 如果你没有参与 怎么会有你的一份福报呢 人间福报你有看过吗 当中有多少致富的方法 你不了解 你怎么会有福报呢 广结善缘 你实践了吗 有了善缘 好运就会随之而来 你没有结缘 怎么会有福报呢 一位沙尼 跟随一位有神通的禅师学道 有一天 禅师发现这个沙尼徒弟 只剩下七天的寿命 心有不忍 就借故让沙尼回家探望父母 七天后 沙尼安然回到寺里 师父一见 极为讶异 就试探问道 你在回家的七天当中 有没有做过什么事 沙尼天真的回想一下 告诉师父 在回家的途中 经过一个水塘 发现一堆蚂蚁被困在水中 我灵机一动 就放了一片树叶 帮助蚂蚁 从水塘里逃生 师父一听 知道本来妖兽的沙尼 就因为这一念慈悲救了蚂蚁 所以因此延长了自己的寿命 一个人的福报有多少 是可以由自己决定的 一念的善心 可以消除很多的罪业 一念的慈悲能够增加很多的功德 有的人因为时今不昧而获得福报 有的人因为不贪不义之财 有了善缘 有的人因为救苦救难 而消灾免难 有的人因为不失明灯 因此全家团圆 甚至贫女一灯 即此姻缘遇到大富长者 所以福报就来了 不必羡慕别人的福报比我大 也不必研究别人的福报从哪里来 但看自己怎么做 福报就会从哪里来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宇陪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